嗨 如果你玩过这个游戏的话 这个 这个游戏的话 你就明白 其实 成功 是很简单的 但是 你一定要跟着 特定的 规律 法则来进行 那由于我发现了这个 这个游戏之后呢 我又再重读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其实他讲过了 他说 你是个创造者 在第43 43页 你是个创造者 你加一句 他更就厉害了 他说 可以 可以依循 一套 简单的过程 创造任何 你想要的 关系 OK 我们再读多一次 你是个创造者 可以依循 一套 简单的过程 他说是简单的 如果 这前提是 一群 follow 简单的过程 创造任何你想要的关系 那到底这套 简单的过程 是指哪 简单的过程 它是个三个简单 它是个三个简单步骤 创造想要的关系 三个 你知道这是哪三个 还是你记得吗 OK 他说 step one 第一步 是 要求 第一步是要求 第二步是 相信 第三步是 接受 ask relieve receive 是三个步骤 缺一不可 那很多人讲 我有要求啊 啊 问题是 有跟住 准准的方法吗 他说第一步 你一须 清楚自己 想要什么 第一步 很简单 但是大多数人 都没有做了 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它必须是一个数字的 你不能说 那首歌叫 啊 啊 数字很深 so 你必须清楚自己要 多少钱 你要每个月十千 每个月二十千 每个月三十千 每个月四十千 是 是 呃 active income吗 还是passive income 这是你要去想的 而什么时候开始 OK 你必须清楚 知道这个 然后你要帮助很多人 那也帮助多少个人 你要 帮助什么地方的人 第一 所以你必须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找个伴侣 你必须清楚的是 有些东西他是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想你要的是一个短头发的 诶 现在可能是短头发 然后他又变长头发了 人会变 但是有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假如说 他可能是 住在某个地方的 呃 那也会变的哦 呃 你要找一些 呃 他这个可能是好像你这样的 他是想要讲话的 那可能是这样吧 OK 那他也很喜欢去沉思 是 可能喜欢做断食的 断食疗法的 又或者说 喜欢去某一个地方 差不多每一天都去的 包括一方可能是 营养俱乐部 又或者说他很喜欢去一些 呃 成功研讨 呃 会的 英文叫Success Training 那意思 セミナー 就说他就是很喜欢去呃 听成功人士讲话的 啊 这样子 都是他是很创意的 都 呃 你要精准到是 这是在什么年龄的 可能相差就在 呃 viration in 60 miles 他们讲叫viration so 可能是用你的岁数 呃 前三岁 后三岁 那打个比方 我在45岁 呃 可能是40岁 到呃 50岁 呃 40岁到50岁之间 的一个伴侣 可以这样子找 ok 所以他不一定是很精准的 他是我的 呃 死去的太太 她跟我是七年的 difference的 ok 呃 呃 又有时候是这样 你要找的是一个 怎样的人 如果好像好像我前 我的前任的妻子的话 他是很有爱心的人 呃 他也爱狗哦 so 你看嘛 这样就是说 爱狗的话应该会爱人吧 ok 这样 爱小乔会不会爱人呢 呃 你去想想 哦 爱鱼咧 爱鱼 ok 讲到鱼的话呢 我有机会要跟你讲 呃 十一条快乐的鱼的故事 ok 十一条快乐的鱼的故事 好 这是第一步 ok 第一步 你要很精准啊 所以你要多少条鱼 你要很精准 那时候 你去一个呃 鱼店的话 买鱼的话 就是 老板我要买鱼哦 老板问你 要买什么样的鱼啊 不如自己去选 看一下看一下 哎 然后你就看到 诶 我要金色的 诶 我要红色的 啊 红色 但是尾巴要金色的 是不是很精准 要多小 要多小 要多大的 你自己去看哦 看了之后自己选哦 然后就 这样 然后你要相信哦 ok 第二步是呃 第二步是最难的 你可以讲是最简单的 你必须相信自己已经得到想要的关系 这个是需要呃 慢慢去培养这个信心的 你必须完整彻底的信心 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你所请求的 只有你在相信自己拥有那种美 完美的关系时 信力法则才能强力驱动所有情境 人物和事件 好 让你接受 ok 这相信这个东西哦 是 呃 要去研究一下哦 其实呃 The Secret没有讲过了 很多东西他都有讲过 十一年前我看过The Secret的时候 我就看了连续六次 我就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 只是没有持续去想 ok 那么 相信 就好像你相信有一个 呃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车会推 有 有一辆车会推出 然后你就 进去parking这样子 你相信吗 就是 就 你有多相信 他就有多发现 so 呃 这个是 跳拖的时间局限的 ok 他 你就相信的那一刻哦 那个车还没有推出来的是吧 但是 因为你相信 当我到那个商场的时候 那辆车有某一些车就会推出来 你就刚好在那边 你看啊 你在相信的那一刻 和你在成真的那一刻哦 是有一段时间距离的 但是你相信的时候哦 那个宇宙哦 就开始 呃 他早就会安排给你哦 ok 啊 你相信 哎 车会推出来 在你来到的时候那车就刚好推出来 你说刚好 其实是因为你相信 ok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的行动会怎么样呢 你的车就不会这样子 就不会慢慢的走 那时候噗 走过去 诶 那辆车就没有出来咯 因为你不相信嘛 所以你就没有去准备 就是 如果相信那辆车会出来的话 那辆车会出来 然后你就进去 那你是不是会走慢点啊 你不会噗 走过去啊 ok 自己拿一辆玩具车 来去做一个想象一下 ok 放起一辆车那边 so 想一想 如果想不到的话不紧 再来我的营养俱乐部 那我相信哦 明年哦 农历新年 2025年 我的power143 营养俱乐部 就会开幕 开张 ok 不止这样子 我还相信哦 至少会有20个顾客 在那边喝营养 听我讲故事 哈哈 你相信吗 这不重点 重点是我 我相信吗 那我相信就可以了 是 我相信 然后 那 第三步 我们power143 最好玩的地方在里 就是 我们接受 这样子这个 然后就是 你要第三步 接受 ok 接受 所以第三步 接受 什么叫接受呢 提出要求 并相信你已经得到了 所以第一步就是提出要求 ask 第二步就是believe right 然后 如果 你相信你已经得到了 那么 接下来要获得 那段美好关系 你只需让自己感觉美好就可以了 ok 感觉美好是很重要的 没有人开 所以 就有时候你开一个早餐店 就是 ok 你讲 我要求了 我要 我要 很多人 去我的早餐店 我跟你讲 很多人 这样我很多人 一个早餐店 可以多少人去 是不是 所以 如果你开那个 你要从小开始 ok 慢慢的去build up你这个 这个 相信 所以我们就开一个店 可能讲 某一段时间里面 早上 六点半到七点半 这段时间 大概就是会有 二三十个的稳定顾客 ok so 二十 二十到三十个的 稳定顾客 so 所以要求明确吗 时间有 ok 81到85 ok 基本上我就是复制 我现在的 我不只复制他看到 我看到 我复制的是 呃 我是这种 我只能复制我所看 我是看见到的成功例子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复制 那我的 呃 其他顾客 可能他也是要这样子 他选择的话他可以 那么 二三十个 ok 六点半到七点半 二三十个 然后呢 七点半到 呃 八点半 又二三十个 然后八点半到 呃 八点半到九点半 又二三十个 九点半到十点半 又二三十个 ok 大概就这样子了 然后就可以开 手当了 ok 做清楚吗 嘿不错了 很开心 不要去那边 就是听我讲故事就好了 ok 呃 那么 那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你不开心 我相信 哈哈 所以我很开心 so 那因为你想 因为我相信 ok 不是你相信 ok 你过来讲 欸我不相信 没办法 或者是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就很开心 我很开心的话 就会这样 我就会处在 接受的频率上 frequency at that level right 你会适与所有的好事 所有人来回来 你会得到你所想要的 ok 所以讲 你喜欢有顾客吗 啊 喜欢很开心哦 是多少个 你要很要求 要很准 是准确吗 二三十个 不错吧 很准确吧 是不是 因为有viration 但是你不过来讲 欸 呃 我的那一间 一间啊 那一间营养剧育部啊 是不是 可以 放进一间个人 在六点半到 六点半到 七点半 ok 可是 我的营养剧育部 什么意思叫 我的营养剧部 那如果要讲哦 呃 你想的只是说 我的营养剧部 就是局限在我的话 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的话 这样 我的营养剧部 就是 你就可以局限在 三 二三十个 二三十个 二三十个顾客吧 但是如果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你所有复制的 营养剧育部 所有的营养剧育部 都可 都在同时间 有二三十个 那如果你复制了 时间 那同时间 你有多少个 呃 中层顾客 二三到三百个 中层顾客 所以你想一想 ok 那你再想一想哦 这可能吗 那你asme mark 开了这么多间 这么不可能 你再开一开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去吃早餐的 ok 我们不理那些 吃不吃早餐的 ok 我们就理那些 那些 他们定时去吃早餐的 ok 这里就看上 诶 哇 有啊 有啊 每多人就是一个啊 很多人就去吃早餐啊 所以讲 为什么不可能 也有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 我已经去这个 亚军部了 我已经是个中层顾客了 我都去勒 那些 从莫生去到 进去 太棒了 这个地方 真的是太棒了 ok 1月2023年 来进去 ok 到现在 我还是去啊 所以就是说 它是可能的 它让我相信哦 这是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相信 而且很开心 很好啊 这样很多人会去啊 最重要的是 但是我去这一年里面哦 我看到原来 亚军部了 那样的 一直在增加了 哇 太棒了 这个方法 今天是很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给自己一次机会 你去看一下 我现在去的 亚军部 你就明白 但是 这是你的选择嘛 这是 所以 当你很开心的时候哦 好事就会发生了 心想事成哦 是你心里面想 怎么 是就怎样成了 所以你心想什么 你心想 精准嘛 来 二三十个 还是二三百个 还是二到 两千到三千个 就是一段一段的距离哦 如果你现在 连二三十个 你连两个三个 你就不能维持的话 你就不能保有的话了 你不要想二到三十个 也不要想两百到三百个 不要想先 因为你就相信的那个程度哦 还没有到 就好像 你还没有赚过两百到三百千 的一个月收入的时候 你先不要想那个这样多先 你去一步一步去实现 哎 所以你只要10 times 或者2 times of what your current income 就够了 可以如果讲你现在的工资是三千 所以你可以讲 哎 我相信 你会提升到去一百三千 变成六千 那是可能的 而且你相信 就算是你相信 你不相信的话 我会讲 我现在是三千 然后 我下个月就三百千收入 所以你就想哦 你相信没有 你相信的话 会发生的 但是你相信没有 我就不相信了 如果现在是三千的话 一下子下个月就变成三十千 我觉得 我不相信 所以 就不会成真的啦 因为第二步还没完成的嘛 就是 come on 所以为什么 想 这三步很简单 但是 要做 你要做到很精准 OK so 还有 你要相信 你是创造者 所以你是创造者 OK 然后 再看一下 你想一想 在 The Secret里面 也讲过的 他又 这个比喻 阿拉丁神这样 OK 如果你想象一下 你真的有一个阿拉丁神灯 阿拉丁神灯里面的一个精灵 他就问你了 OK 他问你 你想要什么 我现在有钱 什么样有钱 他不知道什么叫有钱 不精准 不精准 OK 你跟他讲 我要 我要一个 我要一个 一个million right 你是讲 一生都要一个million吗 这样你等咯 所以你还不精准 是不是 所以讲 你要精准 我要这一刻就有一个million 一个million什么 一个million fans咯 一个million什么 你要很精准 你要很精准 一个million条鱼吗 right 一百万条鱼吗 你要什么 怎么样的鱼 你要写起来 所以你不知道他讲 你要一个million ok 这样写一个million给你 什么意思 写一个million什么 你不知道 几时你没有写 来 所以你要想 到这个 神灯 神灯 然后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他会为你创造 阿安基神灯 这个精灵 其实他的代表的是说 他叫什么 他就是宇宙 宇宙 宇宙会 听你的命令 right 所以呢 他就是通过 悉理法则 来把这一切 实现在你的愿望 如果你相信 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 所以为什么 你要一步一步增加你的相信 成功是因为你相信 失败也因为你相信失败 还有这个是 完全取决自己的意愿 就好像 我相信某某人会爱上我 可以 问题在于 你在阿拉近神的里面 他有说到 那个心里他说 他唯一不能做到的就是 我不能让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 这某某人 你不能让他爱上你的 因为你不能跳进那个人的 神秘里面 思想里面 然后控制他 You can't remove control that person 如果人家 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做 这样 自己像某一些人 也可以这样子 跳进你的思想 去控制你的话 这样你想看 你的人身有多痛苦 所以你其实是有选择权的 选择权在你身上 所以你去选 你要的 精准的去选 然后讲 我相信 然后 很开心 开心 然后就去做 然后你就会看到成绩 OK 祝福你 所以 就对你 接下来 请收看我的 由马来西亚 人口数据 来说 爱你 谢谢你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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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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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